事实上变化的不仅是私心方 随着峰会的临近 目前杭州包括场馆建设 环境整治提升 在内的各项工作 已经接近尾声 一个全新的杭州完成迪变 正在向我们走来 这里是位于杭州三公园的 西湖音乐喷泉 经过提升 随时变幻的炫酷水墓 配合唯美的灯光音乐 时而温柔鸟鸟 时而气势磅礴 让夜晚的西湖更加璀璨 这里是省门第一路 萧山机场公路 经过拓宽 双向六车道七个互通力交 大大增加车辆的通过率 主线收费站 犹如震翅雄鹰 向全球兵棚张开翅膀 这里是城市的东大门 棚步入城口 过去林立的广告牌 杂乱的街边建筑不见踪影 取而代之的是 一百个足球场大小的绿色景观 绿意盎然 宽敞大气 这里是西湖景区的一个三角花坛 各色花卉错落有致 绿化小品和山水石井融为一体 精巧别致 宛若仙境 这里是城市街角随处可见的强绘 素雅水墨 时尚彩绘 风格迥异的画风 装点出城市特有的品味 半年多来 杭州全面推进六大类 605个城市环境整治项目 无水共置行动 消除了84条137公里黑臭河 近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平路工厂 让主城区80条坑洼的道路 变成平坦大道 217条道路完成整治提升 沿街建筑绿化焕然一新 而首次集中实施的172个量化项目 更让城市的夜空色彩缤纷 美轮美奂 璀璨新城 全新亮相 一个更具颜值 更有品质的杭州 正把历史与现实完美融合 向世界呈现别样的精彩